7月23日晚间,辽宁省大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,根据目前疫情情况,大连市将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、西港区香楼湾街道工人村社区升级为中风险地区,将根据疫情的情况和变化事实进行调整。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赵连表示,对于中风险地区,要求其在做好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基础上,进一步做好密切接触者、境外来大连人员、医务人员等人群及医疗结构、学校和脱幼机构、养老和福利机构、监索等单位的常规监测,及时将病例转送至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,疑似病例单人单肩隔离治疗,同时采取流行病学调查、中末消毒等措施。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,对于确定区域内的医疗机构,有传播风险的场所、单位和塑期,开展重点人群的监测。 据悉,目前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组建50人流调队伍、10人消毒队伍和8支核酸检测队伍持员大连。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18人专家团也于23日晚间到达大连。 今晚,国家卫生健康委也组建了18人的专家团队。 专家团队的成员,居然经历过武汉、北京、西八地疫情防控。 具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的专家,抵达我市。 目前,大连市相关核酸检测、消杀工作、封闭工作均营有序展开。